各位观众,又是我啊NULM啊,你们好。 今日由这一集开始,我们将每分五集, 同大家介绍一下,刚刚逝世的香港著名作曲家, 顾家辉先生的生平。 喜欢顾家辉先生作品的观众,千万不要错过啊。 顾家辉,GBS,MBE,英语,Joseph Kukafai, 生于1931年2月25日, 却于2023年1月3日, 香港著名音乐家,他与黎小田, 许冠杰三人,被视为香港早期粤语流行曲的奠基者之一。 顾家辉善于作曲、篇曲,以及指挥, 曾经先后栽培过不小歌声, 1970年代初期至1980年代中期, 是其事业颠峰期。 自90年代起淡出乐坛, 长居加拿大温哥华, 投身艺术创作。 以下,我们简单讲述顾家辉的生平履历。 首先,我们讲述他的早年生活顾家辉 在1931年生于中华民国广州市, 另一说法的生年为1933年农历正月初九, 祖籍江苏苏州。 父亲是顾淡明, 母亲是石泳文, 其弟是顾家昌, 而其子指则是活跃于1950-1960年代, 知名女艺人顾眉, 顾眉本名顾家尼。 顾家辉至少就对绘画情有独钟, 尤其是写生及掃描, 亦曾经立志成为画家。 然而却没有展现出其音乐天分, 更没有想到, 日后会投身乐坛。 抗日战争爆发, 1938年, 广州淪陷后, 父亲在当地政府工作, 顾家辉被母亲送往澳门陪正小学读书。 其后, 徐家一度逃难至广西。 1947年, 顾家辉与包子顾眉, 同在明松纪念中学学习。 直到毕业后, 又一同投考广州美专, 二人均获取录。 然而, 由于学费太贵, 子弟齐放弃入读。 1948年, 顾家决定从广州移居香港, 一家人居住在九龙的木屋区, 由于生活贫困, 他没有机会受到正规教育, 因此万分珍惜以后的学习机会。 顾家当时主要是靠顾眉出外唱歌, 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, 他首先在夜总会唱歌, 后来于1950-60年代, 以演唱时代曲为主, 首本名曲是不了情。 顾家辉在指指的以如目掩下, 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, 在旁边学习钢琴, 从而成为了琴师。 各位, 顾家辉先生生平回顾,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, 明天我们会继续讲述顾先生的生平 和他的成就, 请大家不要错过。